最爱人间烟火 成都美食问我 这么不起眼的电招 这么毫无装修可言的店面 居然每天都爆满 瞧瞧这环境 你能想象它是一家远近闻名的饭店吗 看来这老板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叫PK鸭姐姐 妈家唱PK鸭 PK鸭 小编可是一来 就被老板娘的名字逗乐了 也许正是因为老板娘 风趣自黑平易近人的性格 所以顾客都很喜欢她 那边好好吗 觉得我站的时候有没有吃 她是红年了 她开始很稀奇 PK鸭姐姐除了有趣也很实在 他们家的人均消费就在三四十块钱 而且还红纸白字的写着 50块一块 还有打麻将 吃两顿 鸡呀呀 这啥都有 招牌菜都有 一顿饭25块钱 这性价比简直绝了 而且看看人家的菜 品项 分量 都是相当不错哦 这个环境一般的 特别我们这个烧鸭椒 菜的味道很舒服 烧鸭椒也烧得好 金颤颤的 烧子蒸蛋 肥脆肥猪肉 他们这个水煮牛肉也很舒服 然后不仅有我们脆菜的麻辣鲜香 更足的 好但是他们这个牛肉煮得非常的嫩 众多菜品中 从店名和老板娘的名字可以看出 他们家的王牌当然是鸭了 几乎每桌必点 我们的鸭子多元的人都要来打包 北京 上海 特别是西藏 更多 它的香味比较骨特嘛 是这种野心味的 然后肉质比较嫩 然后野精湿 要说卖卤鸭子店 那可是多了句 那他们家凭什么可以信这么多人呢 原来如此 卤水一遍遍卤鸭子 香味也是越卤越浓郁 在没有其他食材味道的干扰下 就形成了他们家特有的味道 所以他们家起名PK鸭 意思就是要PK全程度的鸭嘛 对呀 随便哪个的鸭子 都可以给我们两个比赛 觉得是我们的鸭子属敌 而不是真的 这些人吃了公正了的 他给这个新农场的鸭子 我们那个就PK了 看那个鸭子 你觉得哪个好 我说他们鸭子 整蛋嘛 少吃整蛋 你可别小看这种鸭子 20年来人家PK鸭姐姐 可是靠着这鸭子 养活了一家人了 跟PK鸭姐姐聊天说 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 虽然每天七早贪黑 可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对对 我老公专门负责后厨 我都负责钱 我是七点多种钱 买菜 自己拍自己车 你去买 成的我不得要的 每天都是 我们一年到头都没休息过 是不是嘛 根本都没休息过 我也不累啊 我天天都是在外头 招呼客人啊 只要都来我都高兴 我迎接他们 他们都喜欢我 我来了多久 吃了多久 年一时会好吃 不会 在他们家里看 我多久好吃 我们经常来 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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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背都很厉害 我说面眼怪的 都每天中午去忙 都会过来 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说 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而活着 对于PK鸭姐姐来说 女儿就是自己的希望 只要女儿求学顺利 日复一日地买菜 在鸭子对于她来说 都是一种幸福